应付这个时代 下一代的这些同学 要不能超过我 你们没有办法应付下一代时代 那就是我们只能应付现前 应付不了底下的这个时代 所以这就是所谓 清除于难而胜于难 要是学生成就不如我 那就完了 这是完全是我们在 这些年来现实生活当中体验到的 古人这个说法 不是客气 是千万确的四十 四十就是这样的 代代要有邪能出现 我们中国古时候 在礼服里面 你看古人做官戴的帽子 那个帽子像楼梯一样 前面来后面高出来 那叫什么 叫敬贤观 前面是自己 后代一定比我高出来 叫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念念不忘 戴上这个帽子看到了 要提拔后一代 要帮助后一代 要后一代决定超过自己 注意想想 哪里还有什么嫉妒障碍呢 这决定没有了吗 嫉妒障碍是严重的烦恼 这个嫉妒障碍 也在因果上讲 如果说是嫉妒邪能 来生果报是愚痴 障碍别人的福田 来生的贫穷果报 所以佛教我们这三种布施 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教过的 财布施得财富 那你障碍财布施 你就得贫穷果报 法布施得智慧 障碍法布施 你就得愚痴果报 无畏布施 果报得健康长寿 那你障碍的时候 你一定是多病短命 夜阴果报 丝毫不爽 所以你方方面面去看 你就知道这损害太大了 真的是畏设大理 事故应当明信 祝福无上智慧 信古大德 信佛菩萨 不是迷信 明信 明是明了你才相信 你不明了啊 你当然 你就说信 那个信对问题 真正是通大明了 你就真行 明了的 越多 越深 那你的信心 也就越大 越广 这个是沉真比例 那正是 我开心 是 我开心 你还没什么 我联明了 我联想